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么今天开始呢 我们将继续数据结构的一个学习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整个数据结构的章节的一个安排 那么在前面第一章的时候 我们就说过 我们把数据结构其实划分成了四个板块 还记得哪四个板块吗 第一个板块是数据结构的序论部分 第二个板块也是最最核心的 数据结构组织数据的这一块 那么我们通过 把任何一个问题 划分在线性结构和非线性结构 两大阵营里面 因此我们给了第二个板块的四张 分别是我们的 画一下啊 分别是我们第二张 第三张 第五张 第六张 那么之后呢 我们在线性和非线性结构的基础上 进行一个延伸扩展 那么引入了第三个板块 串 数据和广义表 这是我们的第三个板块 那么这样子的 我们看一下六张学习完之后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将进入数据结构的最后一个板块 应用 在应用板块里面 我们给大家将要完成的是第七章和第八章的学习 第七章是作为查枣这一个应用来完成内容的讲解 它为我们第八章的排序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功能 查枣 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在查枣这一章里面 我们将要给同学们主要学习的内容有哪些 我们可以看到 主要有四个知识章节来构成的 这四个知识章节里面 主要是帮助同学们完成 如何在进行查枣的过程中 实现我们要找到具体的某一个目标 它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从整个这四个知识点来为同学们讲解 首先我们来学习第一个章节 七点一 查枣的基本概念 那么什么是查枣呢 查枣又为什么而完成的呢 查枣的目的呢 其实就是从给定的某一个相同数据类型的集合中 去找我们带查枣的某一个数据元素 也可以是某一个记录 这个就是查枣的一个目的 按照我们在数据结构里面所实现的算法不同 实际上我们把查枣分成了这样子的三类 分别是线性表的查枣 数表的查枣 哈希表的查枣 也称作为散列的查枣 另外在我们学习整个查枣这一章里面 会用到一些术语 我们在这先给同学们介绍 因为我要查枣的是在一个刚才说数据集里面 这个数据集按行我们叫数据元素 又称作为记录 在查枣的某一个字段 我们称作为关键字 那么由于所查枣的关键字可以是不同的字段 我们把决定某一行中唯一而且不同的那一个字段称作为主关键字 其次称作为次关键字 又因为我们需要在一个数据集合里面进行查枣 往往把这个数据集合里面就存放在一个查枣表中 我们把所查枣的数据元素所在的数据集合中称作为查枣表 而由于查枣的目的不同 我们刚才说了 它又提供了两种不同的查枣 分别称之为动态查枣和静态查枣 这两个定义呢其实非常容易区分开 我们在一个查枣表中 查枣某一个关键字 如果找到的话就告诉我们查枣的信息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没有查枣到 如果没有查枣到的话 返回的如果是查枣失败 它是一种静态的查枣 如果没有找到 进而会把没有找到的这个关键字 或者叫做这一个数据元素 或者叫记录 重新插入到你的查枣表中 我们把这个查枣 也就是这一类的整体的查枣 我们称作为动态查枣 在内存的查枣 我们自然称作为内部查枣 而在外存的查枣 我们说也为我们进行排序所提供的 我们称作为外查枣 那么这是给我们查枣的一些术语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查枣真正要用到的一些具体的概念 第一 查枣的定义 刚才已经提到了 是在一个包含了很多数据元素 的一个数据表中 我们去查找某个特定的数据元素 也叫做记录 这个过程就叫做查枣 查枣的性能好不好 那么跟我们前面所学习的数据结构的序论部分 是相吻合的 作为一个算法 它的性能 我们无外乎是从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上面去衡量 在我们今天随着内存计算机性能的提高 我们更多的会取决于它的速度上 也就是它的时间复杂度 那么作为查枣 它的时间复杂度又是如何度量的呢 在这我们给同学们提出一个新的一个度量的一个标准 也就是它的评价指标 叫做平均查枣长度 Average Search Lens 它的缩写字母叫ASL 所以希望同学们一定要记住 在整个的查枣这一章里面 与我们直接相关来衡量它的时间复杂度的 不是用的大欧法 也不是频度法 而是用的平均查枣长度 ASL 来度量一个查枣算法的性能是否是好与坏 那么具体的如何来求平均查枣长度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定义 它的定义是这么描述的 它说给定代查枣的关键字 与查枣表中关键字的比较次数的期望值 我们称作为平均查枣长度 简称ASL 那么什么意思呢 我们要去查枣 那么查枣的每一个元素 应该有它的比较的一个次数 它的一个概率 那么另外刚才我们说了 那么它每一个元素被枣的概率 两个的成绩求和称作为ASL 我们看这公式 R等1到NPi乘Ci 这个Pi呢 就是查枣Di个元素的概率 那么Ci呢 是找Di个元素 所要进行比较的一个次数 那么一共有N个元素 所以R是从1到N 这个就是平均查枣长度的一个公式定义了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认为 那么找每一个记录 或者找每一个元素 它的概率是等概率的 所以这个Pi啊 可以经常被提到这个Sigma的外面 所以它就变成了 那么所有平均查枣 我们刚才说元素的比较次数之和 与它的一个 刚才我们说的 某个元素的概率的一个成绩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具体的查枣的算法呢 有这样子的三类 线形表的查枣 素表的查枣 和哈细表的查枣 而查枣的属性呢 又分为静态查枣和动态查枣 刚才我们提到了 在我们的查枣表中 如果进行查枣的过程中 找到的话 那我们说查枣成功 如果没有找到 告诉我们查枣失败 那么如果是查枣失败的话 我们把带查枣的这个记录 按照一定的规则 插入到查枣表中 这一种查枣 我们称作为动态查枣 因此在线形表 素表和哈细表的三种查枣中 我们会设计动态的查枣 或者是静态的查枣 因此下面我们逐一的给同学们介绍 这三类查枣的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